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挑战者谈剑刺 三元七十二度优选鲜牛乳 更多活蛋白升级活鲜奶 鲜声夺人活力开场 就这么一次机会 你必须要放肆 你如果顾前顾后的 我觉得这个舞台是不够完美的 剑刺 我们要 哇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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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累啊 是 这个很累啊 来传传给他传一传 传口信 这一次为什么来跨解歌王 这几年一直都在 想办法再回到舞台 因为舞台是我很热爱的一个地方 因为一直在演戏 每天在那个片场演戏 然后看网上看到朋友 在台上唱歌 就很馋 就很想演 然后就只要有机会找到我 来唱歌我都会很开心 对 剑刺 他今天带来的这个是 以往我们跨界歌王里 没有出现过的类型 又唱又翘 我觉得非常亮眼 然后剑刺还蛮帅的 谢谢 谢谢 其实小萌的那种歌的风格 是我的菜 对 像剑刺这种 其实完全是我 我不敢涉猎的一个领域 你知道吗 你会期望说 有一天可能在这个舞台上 你也搞几下什么的 这种 算了吧 我还是回去好好演戏吧 大众乐迷团投票通道 正式开启 谭剑刺和李小萌的对决 可以说是最强的手法歌王 和最强的挑战者之间的较量 谁胜谁负 确实不好说 我投给谭剑刺 谢谢丁老师 这首歌非常难 就只说一点 只说气息 这个足以让很多歌手 在这个舞台上 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但是他很完整地唱完了 很糟糕的地方没有 谢谢老师 谢谢 我们通常听到的 这个唱跳歌曲 在演唱会也好 在电视节目也好 其实是有环音伴唱的 我刚才听到的时候 就是他一个人在唱 他在同时跳舞的时候 在节奏气息上 都能够控制住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 谢谢老师 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人 你站到这样一个舞台 你无比地尊重这个舞台了 带来自己最有诚意的表演了 那真的就是优秀的 值得尊敬的 此时此刻 挑战者谭剑刺 在你通往歌王的宝座上 有十级台阶 你问鼎歌王的可能性 有几成 请站在对音的台阶上 告诉我们答案 为什么会有这么 这样的问题 来 我觉得那个宝座吧 感觉很骄傲 但是又会感觉 有点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来吧 我在不远处等着你 我非常忙碰 厉害 三百五十位大众乐迷团的投票 有六位弃全 谭剑刺本场得分 我就觉得很慌张 在这儿能多唱一首试一首 谭剑刺太拼了 太努力了 挺可怕的这下 二百三十分 李小萌一百四十九分 恭喜挑战者谭剑刺 挑战成功 成功 成功 他们被训练了 被谁训练了 刘老师 对方 弟弟 请你走到你的王座上 这就不给座了 能一块做吗 有请歌王小萌 来 见次请登上你的王座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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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啊 恭喜挑战者谭剑刺 问顶庄座 请落座 现在的感觉怎么样 现在感觉想喝口奶鸭鸭精 我想大家希望看到你在跨界歌王舞台上的再次蜕变 而且这一次你是只身奋战 要加油了 期待你逆袭回来 好的 下边等我 别急 姐姐马上就来 好 谢谢 谢谢 三元七十二度优选鲜牛乳 更多活蛋白升级活鲜奶 为挑战者注入鲜活动力 有请张岳把你的名牌放在三元活力领先出战台上 今晚我们的每一位跨界歌手都会通过一通电话 把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倾诉给他 而且要用一首歌作为表达方式 三元七十二度优选鲜牛乳 更多活蛋白升级活鲜奶 鲜生夺人 活力开场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 哇哇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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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我没用手机呢 哇哇哇哇 monstr 有事说 哎呀 不是 不是给你 对吧 好好说话 我好好说话了 挂了 喂 妈 喂 喂 挂了 我妈妈反侦察能力特别强 她是已经觉察到有点不对了 我觉得她怀疑点可能有一个坐姬 哎 我刚刚那个什么 刚刚那个 工作的时候 看到一个小朋友长得跟我妹特像 你给你妹打呀 给我打干嘛 哗哗 你不突然就想想 想起来那小时候 对吧 我的天哪 咋突然山上醒了呢 你旁边是不是有人录着去啊 你真的是 你没说啥事吧 我没说啥事啊 不是 哎呦 我不是说了吗 我看了那个 我看了一个女孩学舞蹈的啊 不是突然想起来我妹了吗 你真的是 然后不是给你打个电话啊 你这样 我接到了 接到了 我接到了 我接到了 哪里 我接到了 我看了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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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 不容易 第一个拍摆得真不容易 第一個出场 紧张吗 有一点紧张 刚才你在唱的时候 其实会觉得特别的幸福 有一点同趣在里面 这首歌其实我爸爸妈妈 其实都会哼 他们经常会哼一些 我可能 现在还能记得的歌曲吧 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可能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 爸爸 亲爱的爸爸 妈妈 亲爱的妈妈 我妈妈不太善于表达自己 之前我妈妈跟我说 妈妈也有梦想 我说嗯 我说你有什么梦想 然后我妈妈就会说 妈妈现在的梦想 就是你和妹妹的梦想 她因为我跟妹妹 然后就会有好多 嗯 自己的梦想就要去放弃 所以特别谢谢 特别谢谢妈妈 做的所做的一切 没有妈妈的付出 就没有现在的我 从小到来我妈 只跟我说过一句话 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去 千万不要像妈妈一样 因为我妈妈是个 家庭祝福 但是我妈觉得 她不希望我像她一样 因为她也有梦想 她看到我现在 她其实是开心的 大众乐迷团投票通道开启 请为她举牌支持 两票 首先第一点我觉得 你是会唱 你是能唱的 你在节奏上的把握 包括音色上 你都是有的 看到了你的进步 那第二个 因为你那一句 就是代入感实在太强了 如果说你妈妈坐在旁边 我一定会拍拍说话 女人好懂事 拍说话 女人好懂事 不是说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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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张岳 比上一期表现的是要好的 但是呢 既然进入到了 比拼的一个环节 那我希望 评判的标准 要稍微严厉一点点 完了 你唱得不错 但是我觉得里边会有 一定程度的瑕疵 我在听的时候 我很担心 下一句是不是要破掉 会再出现更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你其实还可以更好 就是 今天第一位出站的张岳 专业评审团得分 十分 大众乐迷团得分 二百二十三分 总分 二百三十三分 目前排名第一位 请你暂时坐到 第一名的王座上 谢谢 做到最后吗 我不敢去想 我就觉得我表演完了 享受完舞台就够了 第一个唱挺好 唱完了 不闹心 真打得被那个闹心 唱完就回休息室了吧 哎呀 上去坐着 他上去坐着去了 还在这 还想休息